抗疫期間有很多工作地點都會用紫外光燈來殺菌消毒 用途其實都需要注意 接著為我們分享的是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理事 錢蒂華先生 他將會為我們分析紫外線對人體的危害 教你如何注意使用紫外線設備 有請錢先生 我代表香港職業環境衛生學會 跟大家討論紫外線對人體的危害 尤其是當我們使用紫外線的殺菌設備等等 大家都清楚紫外線其實就是光的一個部分 太陽就是主要光的來源 在人工照明的設備 或者在我們日常的工作中 工序比如燒汗 都會有紫外線的產生 紫外線的根據國際證明委員會的分類 就是分了三個波段 有UVA、UVB和UVC 各自有不同的用途 其中UVC很多時候是用來消毒殺菌的 這個UBC輻射的光源 它的距離從角度照射的那個時間 去到某一個表面的時間 就會有一個實菌的作用 但同一時間也可能對人體的健康有所影響 包括眼睛、皮膚 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這個紫外燈也有很多款 它的結構和叫明覆蓋的範圍 其實和紫外線燈的發射器功率 和燈泡外殼的設計有關 如果燈泡的設計是屬於石英玻璃的製造 它們有些的結構可以選擇 這個波長長的紫外線 對於這些有特別的 例如這個在185個微米之下的光線 會產生臭氧的那個 就避免了 所以不同的紫外光燈都有一些不同的情況出現 我們看到紫外線的殺菌的功能 和時間的接觸 燈的光源的距離 以及有沒有其他的障礙物 可能會有影響 而它的殺菌能力 很多時候我們在紫外光燈 就基於它那個 譬如殺E.coli那類的細菌的能力做計算 至於這個冠狀病毒炸19 可能那個未必是同樣的殺菌程度 或者需要長一點時間 也有很多的研究 我們要看看自己本身選擇的燈 也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種的燈 一種是中等壓的紫外線 以及低壓的紫外線 這就是比較寬頻的情況 放出來多的紫外線 我們選擇的燈是很重要的 至於紫外線的所謂A、B、C 不同的貧帶 對人體的影響也有一些差異 但整體來說 對於眼睛和皮膚 就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注意 對於臉部會接觸大量的紫外線的光源 對於臉部會造成傷害 除了這個紫外線會對眼睛和皮膚的影響之外 原來紫外線也可以產生臭氧 產生臭氧有距離原本的作用 但如果臭氧量在空氣中會出現的時間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儘量避免吸入這些所謂的臭氧 就會避免傷害到我們本身的呼吸系統 或者影響到肺功能等等 我們一會兒會講講 紫外光本身和臭氧對人體的影響 值得留意的地方 紫外光來計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UVC 可以用來做實粉 但其實它也會對我們的眼睛 或者皮膚 就是腺部的皮膚 會有較為嚴重的影響 不過我們眼睛的角膜、蝶膜等 都會有一個沒有程度的影響 我們日常如果遇到比較強的紫外光 問題就是有機會有所謂的嚴正發炎的情況 初期接觸的時間都未必察覺到的 因為它的潛伏期 潛伏期可能過程中 到24小時後才感覺到出了問題 有痛楚 還有在面部的皮膚 就是有一些所謂的紅斑的出現 就視乎紫外線本身的波長有多少 較短的紫外線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就會影響眼球的表面為主 除了眼睛之外 皮膚也會受到UVC和UVB的波段的影響 最主要是紅斑出現 就是皮膚發炎的症狀 有不同程度 或者分了不同的等級 這個和紫外線的波長 接觸的時間 以及人體本身的皮膚色素 有些關聯 那一般來說 紫外線的輻射照度比較高 才會影響大 但是有部分對光敏感的人 就要留意了 可能在較為低的輻射水平 都可能出問題 除了紫外線本身的光 影響到我們的陽體之外 其實剛才也提過 在UVC 尤其是接近185個微米的時間 那個就有機會產生大量的臭氧 這個臭氧在空氣氧的濃度 如果超過一個的百萬份比 我們都可能叫做GDM 那就會有機會引致人體的不適 初期包括我們可能感覺到 有些頭痛、喉嚨痛 還有鼻和眼睛都有乾潔的感覺 根據我們一些科研調查報告 也都提到 如果我們經常都有一些短暴露的時候 就是這些臭氧的話 也都有機會引起嚴証下 這個微脂器管和脂器管的發炎 原因就是這個 相對較低的濃度也好 在肺部裡面 就是我們身體的肺部 有機會是有水腫出血的情況 所以不是很適宜說 暴露一些在臭氧的環境裡面 我們剛才說了這個紫外線 可能對我們人體的影響 我們要看回 如果在日常使用這些紫外線設備 尤其是在殺菌的時間 那個要留意的地方 當然我們簡選的紫外線燈泡 也有很大的關係 它的能量和波長是有直接影響的 那麼這個世衛 WHO都曾經提醒我們的 雖然紫外線乾燈可以幫忙消毒石粉 但是千萬不要拿它來 照我們的手或者身體其他部份的皮膚 進行消毒 因為這不是正確的做法 紫外線可以刺激我們的皮膚 好 以下我們就和大家討論 將是我們用或者簡選這個紫外線 去做消毒石粉的時候 要留意的地方 一般來說 這個紫外線 就是UVC的燈管 用來做這個消毒石粉 其實都用了一些很長的時間 包括譬如在實驗室裡面 在生物安全塊裡面 進行這個消毒石粉的程序 其實這個UVC的燈管 就很常用 同時它們也會減選燈管 會釋放可能是臭氧的成份 在幫忙去做消毒石粉 當然在神室裡面 它操作這類型的紫外光燈 它要按照操作手段的說明去做 記住要將那個激光罩放下 然後才開著那個開關制 避免紫外線洩漏 或者甚至臭氧的洩漏 在同一時間 可能工作人員要遠離或者離開房間 如果在物館或者我們一般清潔的工友 可能也會遇到紫外光燈的殺菌設備 例如在垃圾房那些 如果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要留意什麼呢 我們要留意紫外線的設備本身 就是安裝的位置 盡可能避免在人體眼睛視野水平範圍 就是說在我們日常工作的時間 紫外光燈不應該對著我們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們要有護眼罩才會進行這個工作 當那個紫外光燈是亮了的時候 盡量減少逗留的時間 或者是遠離這個 就是紫外光燈的炎塔 讓它消毒完畢 我們才回到那個工作地點 尤其是現在也有很多選擇 我們要用一些流動的裝置 所謂自動機械人的操作 這個也是 如果本身的設備會動的話 在它的指定範圍裡 我們也盡量避免有人流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員在裡面 尤其是在公眾地方 如果我們安裝這些固定式的消毒裝置 都要留意了 它那個適當的高度 或者是 我們要選擇那個波段 或者是強度 要認識清楚 避免一些其他工作人士 或者工作人員都會受到的影響 有部分的裝置 它屬於氣流式 或者對流式的設備 記得要保持通風良好 無論它有沒有抽氧釋放 這個通風也要保持良好 讓空氣循環 然後殺菌的能力增加 最後我們也講講 臭氧和空氣質素 室內空氣質素 的IQ 一些情況 如果我們本身的 紫外缸設備 是有臭氧產生的 那時候我們要記住 儘量避免在環境裡停下來 直到消毒過程完成了 但有時候我們也很可能 有些裝置雖然沒有臭氧產生 或者有些機械 例如在寫字樓裡面的影響機 其實都會有機會產生臭氧 因為裡面有紫外燈的操作 雖然它是隱蔽食盒 那這個臭氧的氣味 通常去到低於兩個百萬分比的時間 已經很容易拆合到 甚至有些很敏銳的臭氧的人士 去到0.1個百萬分比都可以聞到 最初期聞到那個氣味 就好像一種青草味 就帶了一些辣的味道 例如影響房 很多時候我們很緊張 都會聞到這個氣味 但如果濃度高的時候 超過兩個百萬分比的時間 我們即時就會感到刺激的情況 好像一些綠氧的氣味一樣 十分自備 所以我們要留意 在這些地方 要出現的有綠氧氣氣味的時間 我們要保持一個通風良好 如果不是一些紫外缸的消毒殺菌的裝置 譬如一些影響機 會發出這些氣味的話 要留意 要維修 可能要檢查一下 隨便維修無藥 我們來到這裡 都清楚了 紫外線的設備 在選擇和使用的時間 都要特別留意 好的 我們來到這裡 暫時 多謝大家 我們結束這個講座 多謝了錢先生的講解 接下來就是問答環節 有觀眾問到 市面上有很多紫外線殺菌的裝置 如何選擇才安全 以及要問供應商拿些什麼資料呢? 這就是我們說的是 殺菌裝置的設備選擇 其實我們剛才提過 紫外缸燈用來做殺菌的時候 是有幾個不同的燈泡 有些燈泡主要是有UVC 用來做消毒殺菌 也有些燈泡可以產生臭氧的成分 幫助殺菌 一般來說 如果在消毒殺菌的時候 是蜜蜂式的 我們會選擇後者 即使用臭氧去殺菌 但如果在一些比較人流 或者公眾地方的時間 通常我們會選擇 用紫外光的作用 當然也有兩款 一個就是隱蔽式 一個就是外露的 燈泡是看到的 如果燈泡真的不是隱蔽式的話 是有機會照射到人的話 我們要盡量避免一些人流 就是在消毒的情況的時間 經過的 所以我們要和供應商 拿多些資料 燈泡的設計怎樣 還有使用的時間 那個人流的方面 是否需要一個管制 或者浸停 讓其他人去接近這個光源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的考慮 謝謝前先生的解答 另外也有觀眾問到 消毒的時候 怎樣可以避免紫外線 對身體造成傷害呢? 是的 這個問題問得十分好 因為消毒的時間 就是殺菌 當然會對我們那個人體 有一定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紫外光燈 無論如何 對眼睛和皮膚的照射 是有一定的傷害的 所以第一 可能我們要燈著的時候 就要遠離 或者是離開那個 消毒殺菌的範圍裡面 另外就是我們要留意 我們那個燈本身 會不會是選錯了 有所謂的臭樣出現的 如果一般不是蜜蜂式 那個消毒殺菌的形式 我們就不要選擇 這個臭樣的成分 所以就是 要暫時離開的 如果真的 用一個 就是紫外光燈 去消毒殺菌的話 多謝了錢先生的解答 也多謝了你今天的分享 多謝了 謝謝